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早 今天是4月11号 我们要前往姬姆乌山 它的登山口从这里上去 这里多年前我有来过一次 这是重温旧梦,再来找看看 找找看有没有三角点可以不可以找到了 就跟着我一起走上去 这条路径没有很长啊 我之前好像机车给他骑上去啊 这条是造林路啊 不过他们澎湖县很奇怪 都喜欢造这个银河欢啊 我觉得种南洋山也不错啊 就偏偏要种银河欢 银河欢 长实在是一个不好的物种啊 我觉得南洋山长得还比银河欢好耶 现在就跟着这条路径走上去就对了 走到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岔路 我们取右上 就走直的啦 走到类似一个好像林线的位置 但是左边不取 直也不要走 走右上 这里是人家的造林路啊 走这里 我们快登顶基姆温山了 他山顶建有一座碉堡 这里是基姆温山 不过他的三角点应该找不到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基姆屋山的山顶 他的三角点可能在这个碉堡的上面 不过很密啊 我不要去找 我们这里可以发现这里有个炮阵地 这里最高处是个观测所 我们来这里探访 因为我之前有来过 所以知道基姆屋 基姆屋有一个阵地啊 这里是他的观测所 我们可以看到他观测所 他的这个是用铁做的啊 跟一般的用水泥做不太一样 不过你看用铁做的也是生锈的很厉害 他这里有个通风管 他这里有个坑道 我们走下去看 我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附属坑道啊 这里荒废的很厉害 这里一个坑道口 这跟下面那里连贯而已啊 这个应该类似一个弹药库 他拉这个连细的吧 还是拉电线用的 这个阵地就这样子而已啊 算个小型的观测所 我们再往下走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这里荒废的蛮严重的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啊 这整个都造林啊 也看不出有什么所以然 像这种 淹没在荒草之中啊 就很难再找啊 就很难再找啊 这里应该有 经过 离田离过啊 堆高基 弄过了 所以 没有什么 特殊的那个可以 标地物可以找啊 所以我们就整个回去啊 所以我们就整个回去啊 这里很难走啊 这里很难走啊 可能没有坑道 我不晓得没有坑道啊 我不晓得没有坑道啊 好了 那我们走回去啊 这个 这个 观厕所 整体的建筑 还蛮完整的啊 好啦 那我们就 沿路走下山啊 下山 记得从这边下去啊 这里还蛮简单的一条路线啊 这里还蛮简单的一条路线啊 之前来的时候是刚造林 完毕啊 还蛮好走的 这次 算是 草都长起来啊 不是说很好走啊 它本来还蛮简单的一条路线啊 它本来还有圆点啊 三等三角点 都遗失了 啊 这里还有一栋建筑物 应该也是军事用途的 我们顺道来去看一下啊 这里有个阶梯 这是做什么 不晓得 可能是蓄水池之类 这里是一个平台 大平台 应该是水槽啊 蓄水池 这里还有 这可能以前驻军的蓄水池啊 这可能以前驻军的蓄水池啊 好了 那我们就 顺着 上山的路走下山 走到我们刚才上来好像临线那个位置啊 的路口啊 我们驻 左下山 从这里走下去 一下子就到 我们停 机车的位置啊 这边 基姆乌山以前也是军事要塞啊 他在另外一侧也是管制区 不过他这边已经不是了 这里变成造林地 好了我们已经回到我们的停机车处啊 也算是登山口啊 好了 吉姆乌山的探访 及他上方的观测所 就到此结束了 好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 订阅 按赞 加分享 谢谢大家